五位好 劉冬斋就在买到了 自己市政府和自己市議會 以前特別在劉冬斋進行 頒獎給劉冬朋友 由每一個公會推薦謀犯劉冬 最後總共有56人到獎 透過標榮來感謝這些劉冬朋友 對社會的講返 現場是流來滾滾 蔡淑貴女士 嘉楊貨海來到嘉義家 開始人生夢想的追尋號 嘉義是市長公民飛標時 這些劉冬朋友來自各行各業 每一個人在自己的工作上認真發出 每一個故事都給人感動 除了感謝他們對社會發出 也希望社會代表可以向他們學習 今天我們在五一勞動節的前夕 來表揚今年度的模範勞工 特別感謝在由各國公會所推薦出來 我們有56位模範勞工受到表揚 我們市政府和議會莊議長 我們一起來表揚 我們非常的感恩 感謝我們所有的勞動朋友 大家的用心努力平日的工作 所以我們把每一個人的故事都寫下來了 我想每一個人都有非常精彩 而且辛苦的背後裡面都還願意不斷的奉獻 所以今天的表揚讓我們覺得很感恩 市府也規劃了一系列的活動 其實不只是表揚大會 我們還有相關的紓壓一系列活動 會在未來五月六月繼續來推動 各位市政府在五月準備很多活動 要來考慮辛苦的勞工朋友 親像免費的運動肯定 電影活動 希望大家在工作以外的時間 也能夠有效應活動 這次受到表揚的 有來自中國的新住民 也有眼睛承認一個零點老闆 每一個人的故事實在讓人配合 去這裡九州市蔡宏寶寶寶